今天是我奶奶回家以后第一个生日 刚刚在这儿给她烧过香 从小到大也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加一起 都没有哭过这么多次 每次烧香或者想起来的时候 一开始连照片都不敢看 当然是因为她特别好 好不是指对我个人的好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算是自私的爱 也值得回馈但是仅仅是一对一的 她设计不到什么伟大的爱 我奶奶是一副就是很有福气的香 凡事都不太喜欢与人争 而且能让就让 从来她都不考虑自己 就是把自己排在最后面了 每天奠念着家里的老啊小啊每一个人 但是她脑子 不是很灵光 有的时候想事啊想的多 说话也说得多 说话也说得多 但经常是 就不到点 甚至 我们在放大 说一些人呢 做好事不得其法 反遭埋怨 或者是帮逗忙 这是最可怜 最可惜 我们 不好意思讲最可悲的事 因为这个有点负面的 思想 难免会给大家 这个词现在 来这样用 但是 即便如此 她这颗心 人正在发心 即使她这一生 都还没来得及明白 但是 她 想必会越来越好 这心是天地可见 每一个人 心里都明白的 这个人 就是个好人 所以呢 很多小孩子也是 都没有什么坏心 就算她无意之过 那也是 那也是 最很小的 就算 不小心 搞到一个人意外 那也是 老天 众生灵 都会给她 机会原谅 何况 我奶奶确实也 做到了很多 每一天 那一日三餐 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想着家能来团聚团聚 心满意足了 仅此而已 剩饭 剩饭 剩菜 都是她来 打扫 一辈子 也没想到什么福 而且她 身体啊 她后期不行 其实早年 因为她是两个腿 夹着布袋子 那个时候尿不湿没有 就是那样 长大 所以她这个腿是变形的 经脉不通 到老了 这个是一个重病 说她一节课根本说不完 我们再说吧